早安现场 好 现在是今天台北早上的七点十八分整 您所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台早安台湾节目 在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呢 则是要跟大家来聊聊前总统陈水扁 究竟是不是能够保外就医呢 其实我们要回顾很多的历史现场 因为可能听众朋友 您今天才听到陈水扁这三个字的民众听众 你可能不知道为什么台湾在这阵子 这么关注这样子的一个话题 而且前总统这样子的身份 为什么现在在监狱里面呢 我们在今天为大家要连线访问到 是动物大学人权研究所的副教授 魏千锋卫老师 他同时也曾经担任台湾人权促进会的会长 以及在2006年的时候 反贪腐运动决策小组的重要成员 我们今天要先跟大家来回顾 为什么陈水扁会入狱 再来我们来看看 其他国家的这些元首涉案之后 他们的一个处狱是如何 我们首先要先请魏老师了 老师你早 早 好老师我们先来看看 到底陈水扁犯了什么样的罪 这样子的一个话题 怎么在最近台湾的政坛上又再度延烧呢 因为陈水扁他在总统的任内 他犯了一些贪污的罪名 那其中有一部分 大概有六条罪 他包括这一个二次经改 他说了元大的元大银行的贿赂 被判了十年 判刑有期徒刑十年 那有一个龙塘案 龙塘弊案 他被判刑十一年 还有陈敏勋的案子 他被判刑八年 还有一个洗情的案子被判了两年 等等等 有六个案子 合计被合并执行是二十年 是这些二十年这样子的一个罪行 是已经三审定验了吗 对对 全部都是定验 这个是定验有六个案子 另外还有几件像国务基奥会 然后国泰司法的案件 还有教所卫证的案件 还有侵占共用的案件 这些案件还在法院的审理 那因为他身体的关系 是申请停止审判 还有大概有四个案件 还在法院审理 有六个案件已经判刑确定 是我们整理一下 已经有六个案件判刑定验了 这个至少有二十年的一个刑期 那再来还有四个还在后面等 但是因为现在阿扁的身体状况 不适合再出庭 所以目前就先暂时没有再侦办下去 对 好 陈水扁这个人 在过去台湾的政治史上 扮演有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 因为二零两千年的时候 中华民国总统选举 他当选成为第一届政党轮替的 直接民选总统 这也是民进党首度的执政 这当时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新闻 而且陈水扁当时也被大家说是台湾之子 这是台湾当时的一个骄傲 那二零零四年的时候 总统大选再度的连任 好一个这样子全请一时的总统 怎么在卸任之后 看到了他是被涉嫌贪污洗钱 这些重罪收押禁件呢 其实这样子对一个卸任总统来说 是怎么样呢 因为现在有很多的讨论 很多人就说 他现在在监狱里面身体已经不是很好了 其实应该跟李玉这样子的一个卸任元首啊 魏老师你怎么看呢 因为他关在监狱里面到现在大概六年多了啦 他判刑二十年了 但是他现在是关了六年多了啦 那当然陈雪扁他在台湾的民主政治上 有相当的贡献 有很多人支持他 可是法律之前是人人平等啦 他患了贪污罪 后来在他卸任之后 因为他已经没有豁免权的保障 然后就被检察机关起诉 法院判刑 他当然也需要服刑 台湾中华民国的这个法律是人人平等 就算你曾经归为总统 你还是要面对司法审判啊 是是是 所以 可是因为台湾的贪污罪 贪污罪是我们台湾的刑期是比较重 像有一些民主国家 贪污当然是不对 可是刑期不会这么重 像日本像出名的那个 洛克希德案那个田中角龙 他们日本首相 他就大概只有判两三年 他那个也是蛮大的弊案 那台湾的话判得很重 当然像中国大陆的话 有一些更重的可能判死刑 没错 大家可能习惯自己的国家社会这样 可是程度上 台湾没有像中国大陆 对贪污罪判那么重 但是如果跟美国日本比还是比较重 那所以有一些人是说 因为我们的这个贪污罪判的比较重 然后第二个就是说 对了一个国家的元首 前元首 他象征这个国家的政治 那被关来讲 对这个社会 对这个国家 对这个社会 对他本身都是一个很悲哀的事情 所以当然是说 是不是要给他特殊的考虑 就是 而且他不是只有关一天两天 他已经关了六年多了 那最近身体 又传出来不太好 那有些人对他是爱恨交织 那就是说 如果他不是前总统的话 大概没有人这么的注意这个事情 对已经在里面六年了 还是有很多的声援人士 不断的去探视他 声援他 绝大部分的人也不认为他做的是对 只是说已经关了六年了 已经差不多了 所以是不是身体情况不太好 是不是给他换出来 然后对这个台湾的 这个社会的和谐 还有对反省国安密比较好 所以最近这个呼声就很高 大概是这样 是 可是刚刚谈到的 对台湾的社会和谐 是不是有帮助 这现在刚当选台北市长的柯文哲 也提到说 阿扁已经在包尿布了 所以呢 把阿扁关在监狱 其实对社会和谐 对台湾是没有帮助的 政府应该思考让阿扁回家 可是老师 接下来想请教您 就是让阿扁回家 真的就等于对社会和谐是有助益的吗 这两个怎么划上等号呢 一般 对他的 他的支持度 还是有一定的支持度 虽然说他 当 全台湾来 绝大多数人认为说 你贪污还是判刑 你送贵为总统 你贪污下来还是要被判刑 这是对 但是 但是 毕竟还是有些人受不了 就是 铁杆 犯 铁杆 深绿 要这样讲 对 他也是 怎么讲 也是关那么久了 所以 觉得说也是可以的 所以说 当然有些人会觉得说 因为他是我们支持的 他是不是 受到这个国民党的迫害 或政府的迫害 才会被 怎么讲 才会被抓去关 或是说 毕竟有些时候 在政治上的认同方面 很难用理性 这两个字 或是常态去看 所以 而且他对台湾的 民主政治的发展 的确 也曾经有相当的贡献 所以 避免这样社会的撕裂的话 是这个考虑 柯文哲的讲话 柯P的讲话 也有他道理 也不能说 当然反对的也是 对啊 就是 所以这个话题 有意思的地方 是有很多人是反对的 但是也有一部分的人 我们听到这样的声音 越来越大了 是希望 陈水扁至少 可以出来 你被判刑 也是人人平等 你也应该去服刑 可是问题 他是前总统 这又 特别不一样 就 以我 曾经也是 反对 他贪污 然后 对他抗议过的人来讲 我觉得 对他还是要特别考虑 如果他的家人 或是其他 我倒是不会觉得 因为他毕竟 一个总统的那种象征上 而且关了这么久了 我认为要考虑到他的支持者 还有整个社会和谐的考虑 我还是会 虽然我认为 我不赞同他 我认为他错了 我就关了六年了 回去 也差不多了 是 所以我是这样的看法 所以今天我们跟魏先锋律师聊这个话题 其实也特别有意思 因为老师曾经是在2006年反贪腐当中 一个很重要的成员 也是当时反乘水扁的一个这种 不当的行为当中很重要 担任一个重要的角色 那现在我们来看看 反过头来已经过了这么多年 我们再来看看这位前总统 他现在的一个处境 其实真的是 让人蛮感慨的啦 不过老师 可是我们来看好了 您刚刚也提到 有人认为或者是阿炳 他自己认为 有政治上的迫害的问题 但是您是法律专业 真的有吗 我们如果真的是一个民主的国家 天子犯罪了 也跟我们一样要被判刑 要面对法律的审判 可是到现在为止 政府的处置 有不当的地方吗 我是认为 这个是有一些 比较盲目的 他的支持者的一个说法啦 台湾 你说政治破坏 我是认为是不太可能啦 当然 台湾的问题是 有一些人 他认为他只要被判刑 就是被政治破坏 即使他 有贪污 有什么做什么事情 就是司法不公啦 对对 那我判他无罪 就是说司法很公平嘛 是 所以这个也是台湾要 整个转型之中 必须要克服的一个问题啦 所以这个 所以我是认为说 政治破坏的说法 我是不能成立的 但 但就是说 你这个法律 一个法律的适用 法律的执行 毕竟还是跟政治有关啦 你对这样的一个人 可能想法都会不一样 就以我这么一个 曾经支持过他很久的人 也当过民进党的 法律顾问的一个律师来讲 他倘若我跳出来 批评他 其实 想当年也很不容易的一个事情啦 因为 因为很多人 对他很生气 也很怎么样 可是 真的跳出来的 还是 那跳出来的一个勇气 你不是 你不是反对他 是支持过他的人喔 那很不容易 然后 当年这么反对他 认为他应该要 接受法律制裁的人 现在要跳出来说 他应该也要出来啦 应该要示范出来啦 这另外一种不容易啦 是 因为我们是 比较在超越一个 政治性的厉害 在看个问题啦 那希望台湾往前走啦 我想 当然 心情上的这种 挣扎还是会有的啦 好 其实这个话题 有不同的讨论跟看法 我们接下来 要请老师先休息一下 我们在广告之后呢 就要开放听众朋友 的call in电话 您到底怎么样来看 陈水扁前总统 这位曾经是台湾之子 这么大的一个 高支持度的前总统呢 他是不是该保外就意 还是甚至政府 应该特赦这一位 卸任的国家元首 欢迎大家等一下 打电话进来 不过要先 跟大家说一件 抱歉了 就是我们今天的 QQ没有办法上线 所以呢 这个网路出了一点问题 如果您等一下 有任何意见 就直接call in电话进来 因为网路我们是 没有办法开启的 您在网路上留言 我们今天在节目的现场 是看不见的 所以怎么样 您有意见的话 一定要打电话进来 不要透过网路留言 我们稍后再回到今天 早安台湾节目现场 前总统陈水扁把外就意的议题 再度延烧 陈前总统涉嫌贪毒入狱 至今六年多 此刻你认为马英九总统 应该特赦陈水扁吗 或者至少应该让阿扁 出狱就医呢 早上七点半到八点 欢迎听众朋友call in 说说你的看法 大陆华为东北听友请播 免付费电话 10800-886-0063 华中华南听友请播 10800-186-0063 其他地区或者是台湾听友 也可以播 02-2885-3003 无法打电话进来 也欢迎您把意见寄到 早安台湾电子信箱 TW007 小老鼠RTI.org.tw 当然你也可以利用QQ 及时报名表达意见 早安台湾QQ码是 4054-73707 QQ群是 160-247-629 以及9344-4430 早晨七点半到八点 期待您的call in电话 早安台湾 正吃着什么样的早餐 吐司家伙推荡 要一口然后收听 中央广播电台 周五大声宫 现在时间台北早上的 7点32分34秒 您所听到的中央广播电台 早安台湾 早安台湾在每个礼拜五 早晨到开放现场call in 跟大家来聊台湾的重点新闻 而在今天节目的现场 只有宛如一个人 不过我们还是依然会 开放现场的call in 因为呢我们今天要谈一个 很重要的话题 就是前总统陈水扁 到底是不是应该被保外就医呢 还是应该甚至被特赦呢 这不但是一个法律问题 也是一个政治话题 这涉及的层面非常的广泛 我们等一下想听听大家的意见 在今天我们节目现场 特别为大家访问到的是 东吴大学人权研究所副教授 魏千锋魏老师 他同时呢也担任过 台湾人权促进会的会长 现在是一个在台湾 相当著名的人权律师 那我们魏老师呢 等一下也会在空中 回复大家的意见 在接下来我们电话线上 是一位台湾的听众 是确许稍等我20秒 是好确许他现在正在忙碌当中 其实我们谈到了 在陈水扁的保外就医案 现在有一些新的进展 我们也跟大家来报道一下 就是法务部长罗英雪 他指点了两条路 这两条路 等一下我们也请魏老师 来跟大家聊一聊 到底这两条路行不行得通 一个他是说鼓励扁家 再提保外就医的申请 那第二个呢是鼓励扁家 也就是陈水扁他们家人呢 就先前矫正署 驳回保外就医案 向高院提出抗告 所以现在法务的说法 似乎都是一个鼓励的立场 是不是表示说 其实马政府现在的想法 已经有松动了 就不再走所谓政治特色的路线 给陈水扁了 而是在法律上 保外就医的认定上 是不是可以从宽认定呢 这其实还蛮有意思的 从法务部部长的口里 说出了这两条路 好我们等一下 请魏老师来做回应一下 那我们先看看 确许你回来了吗 有有有回来了 好这个今天非常的忙碌 我们来今天聊 前总统陈水扁的案子 你有什么意见呢 我觉得应该保外就医 怎么说 我们那个新闻评论节目 都有当事人曾经专线 那我现在执政党 常常被批评的时候 都推给前朝 我觉得应该让 扁维拉有个澄清的这个机会 我觉得这样才会精彩 所以你觉得说 应该让陈水扁有澄清的机会 对 因为大家每次都说 他执政了快七年 什么事情都还推给前朝 那他又说 前朝贪污了八年 我觉得应该让我当事者 有澄清的机会 这样才会比较精彩 那我不赞成大事或特色 如果要的话 应该把一些 比如说行度 行起一样的 一起大事的特色 我赞成保外就医 那保外就医 就是你医到差不多好的时候 你还要进去关 不是就没事 还要进去关 你还是要服刑 对 那如果说 他再推给前朝 他出来反驳的时候 反驳表示 他医的差不多 又要回去关 我觉得这样子 比较精彩 好 我们中国古代北宋 有一位铁面胡师 很有名叫包枕 他有没有办过皇帝 其实有 因为那时候皇帝 让太后流露在外 甚至双眼失明的时候 但他怎么办 他就打龙袍而已 但我觉得 陈水扁他一上任 别人先不谈 他自己先减半心 我觉得这个就很难得了 不能说他对国家 完全没有贡献 是 可是对他贪毒的部分 跟洗钱的罪嫌的部分 对 昨天也有网友说 要把海角七一吐出来再讲 可是海角不止七一 海角总共13亿 已经吐回了12亿了 对 那他现在唯一定验被关的 只有这个 唯一定验被关的 还是估重量做假证 其他的不是 其他的不是什么 查无实证 这个弄错 有六条罪定验 现在大家都都是 就是没有很仔细的去看 他有六条罪被判刑 不是一条罪 我们刚刚魏律师 有在节目里面特别讲 有六条罪 总共被判了20年的刑期 大家都没有很注意 没有注意看 然后另外的话 就是说 我认为保外就医 是个法律问题 然后特色或是大色 它是个政治问题 那保卫就医并不是我们去讨论的对象 其实台湾社会有点 这个地方有点盲点 保卫就医就是说 你符合了行速送法的这个466条 你可能身体有疾病 那这个 你不出来的话 就是会有生命危险的状况 那你就申请 是 那这个的话就是说 这个很专业 就是法院跟医生在判断 并不是我们在判断的 是 所以那位女士之前 现在在讲保外就医 我觉得是有点问题 不是说我赞成保外就医 或不赞成保外就医 就是保外就医 这个问题 它是法律问题 就是应该由监狱 法院方面的人去判断 而不是由政治人物 或者他家属本身 就是说 因为我是陈水扁 我是前总统 所以保外就医 其实这个是不对 而是站在一个人道立场 这个就没有什么总统 或是不是总统的因素去考量 之前扁家也提过保外就医 但是一直没有 那是因为马英九总统 不愿意特色他 如果你把它换在 前总统的这个 那个那个 甜品上去看 是用政治考量 所以政治考量 能做的就是特色 我是就是观念要清楚 所以你说 在阿扁扁家的这个 贪污案件里面 其实我们看出来 这些事实来看 最严重的是 阿扁的太太 吴淑珍女士 可是吴淑珍女士 为什么保外就医 大家没什么意见 当然因为大家 他身体非常严重 他进去 国安可能就是 不能这里生活 可能会发生生命危险 这是很确定 因为医学上 他的状态就是这样 所以其实他非常可恶 保外就医 没有什么争议 那只是说 我们在保外就医 在实务上 你一个判 有歧途刑的人 在保外就医 他要 他有很严格的条件 几乎他快要死了 才可以 那阿扁还没有到 那种程度 就是说 他可能是身体不好 干嘛 因为你官的人 当然不会有人 身心很愉快的 他当然有 贵为总统 一下子变成 这个阶下球 他当然心情 身心上 没办法附和 因为心理 影响到生理 这很严重 没有错 但是不至于 到达生命危险 所以现在台湾的 法律有规定 你可以保外就医 但是要到一个非常严重的程度 才合理 就是会引起生命危险的死亡的部分 所以这个法律本身 其实也不是很合理的 就有人在讨论说 就要改的 对 所以你陈水扁 如果因为陈水扁 要改的话 以后的人都要改 一体适用 不是针对某一个人去改 他这个是法律问题 但是我认为 如果要考虑 他的前总统身份要和谐 其实不是保外就医 而是特色 只是我们把 特色是总统的职权特权 只把总统他不愿意 但我觉得这个东西要分得很清楚 保外就医 我觉得他 我不是说不可以 我是说这个保外就医 不是我们在讨论的 那是个法律问题 就是他如果已经有个规定在那边了 我们再怎么说呢 其实也是没办法的 除非修改法令 所以一百个人 全部人都说保外就医 如果他不到那个条件 这个不对 这个是特权 因为法律之前是平等 但是你特色是总统的特权 总统说 你这个前总统贡献很大 为了社会和谐特色 所以我那一天也是有记者在问我说 魏律师你为什么不谈谈保外就医 为什么你谈特色 我说保外就医是法律问题 所以这个是规定的很严 这个比较没有什么好谈的 了解 我们再接下来有一位听众朋友 来自中国大陆等了有点久了 来钱大哥你好 你早 我们今天来谈陈钱总统的案子 我觉得对马总统来说是一个两难的决定 因为一方面司法不能被政治绑架 就是参全总统的释放或者是保外就医 要按照司法承识的 但是另一方面 马总统又不能顾及民意的压力 就是台湾人民 如果大部分民众希望成全总统特色 或者保外就医的话 那么马总统也应相应的要考虑 所以这么两难的状况 你如果真的要给他个建议 你觉得他可以怎么做呢 我觉得是在 老师我们先听一下钱大哥的意见 来 我觉得就是一方面就是要 既要维护司法的公平正义 又要考虑民意的那个 也就是说保外就医 我觉得是可以考虑的 就是特色的话 我觉得还是要慎重考虑 是好 我们谢谢钱先生从大陆打电话进来 谢谢你 谢谢 好 谢谢 再见 好 魏律师 我们刚才谈到这个政治问题 这个很两难的一个局面 所以接下来 您会怎么跟马英九做建议呢 老师 我觉得保外就医并没有什么困难 如果照现在现行的办法 如果他医学上 陈水平关在建议里面 他已经有生命危险了 他就是保外就医 可是现在如果没有的话 那就还是 就没有保外就医 这个就很清楚 因为这个是法律问题 法律认定 可是很特别是法务部长 说是鼓励陈水平加再提保外就医 他的讲法是不是很好的做法 有点为了他特别讲保外就医 我觉得你对其他的塑星人是不公平的 我觉得他的讲法是他太政治的讲法 因为保外就医是法律问题 你不能太政治化 你特色那是政治考量 特色我是觉得马总统是可以考量特色 马总统也不适合讲保外就医的问题 因为那是法律问题 那是司法的问题 总统也不能干涉法律 不适合讲 总统可以考虑到特色 我想我刚才讲说这个是很清楚 因为可能我是法律人 所以我们是学法律的 所以在看问题 就是法律跟政治 我把它画得比较清楚一点 所以当然一个问题是说 如果说是保外就医 陈水平如果到达那个程度去认定 那就监狱或是法院认定 那就是保外就医 没有到达生命危险 就是没有保外就这么简单 那当然就是如果说是特色 如果说 虽然他没有到达死亡的这个危险 可是好像关了六年了 当过前总统 是不是要特色 然后马英九他会两难 因为毕竟对这个事情 台湾是分成两大部分 有些赞成有些反对 有些赞成阿扁出来 有些事情这么可恶 就继续关 但是现在的民意是 麻烦着大部分的人说 当他回去了 包括当初我们反对他贪污的人 包括国民党里面像郝龙斌 台北市长 还有很多人很多人都认为说 将近70%的人说应该可以回去 有这么大的比例吗 67点几 那这么大的比例 这是哪个单位做的调查 好几个报纸 这几天我有看到67 因为我有特别去注意到这个67年级 就是67年级 那你比例这么高的话 你就要做一个考量 那考量的话 考量在哪一点呢 不是保卫救议 不是保卫救议是法律问题 考量是不是政府特赦他 对所以总统应该特赦 然后呢 不应该把这个问题留给下一任总统 因为这个东西是很 这个事情是很棘手的问题 对 你不该留给不管是以后的国民党的下一任总统 或是民进党继任总统 我觉得应该是这一任 这么有争议 应该马总统在他的卸任之前 应该要处理 好 这是不是要留给下一任的总统来处理 其实也蛮有意思的 我们对 我们来等一下来继续讨论 我们接下来接电话 先让这位张先生打电话进来 你好 你好 张先生我们今天来谈陈前总统 是不是应该被特赦 您的想法呢 我觉得他应该就是自己生病了嘛 然后终于你没有那个条件 然后就需要保卫就医 我觉得这是身体成章的 因为他身体 如果是没有那个条件的话 是保卫就医是比较合适的 另外像你刚刚提到的测试 他作为一个前领导人 在世界上 任何国家 台湾的制度是相当完善 所以特色都可以根据当时的条件 然后给予免除 所以你觉得现在条件到了吗 他毕竟关于那么多年 还有他那个 就上次嘛 他那个家人过去 也非常悲愤 我觉得应该是合理的 好的 您觉得应该可以了 好 这是张先生您的来电 您的意见 谢谢你 张先生 谢谢 我们现在时间是早上的7点47分了 我们这时候的传口气 先让大家休息一下 广告之后 我们再回到今天的节目现场来谈 陈水扁 前总统是不是适合在此刻特赦呢 您的看法 等一下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但再次提醒您 就是今天我们的网络是没有办法上QQ的 所以你有任何意见 不要在网络留言 你直接打电话进来 前总统陈水扁 把外就医的议题再度延烧 陈前总统涉嫌贪毒入狱至今六年多 此刻你认为马英九总统应该特赦陈水扁吗 或者至少应该让阿扁出狱就医呢 早上七点半到八点 欢迎听众朋友call in 说说你的看法 大陆华为东北听友请播 免付费电话 10800-886-0063 华中华南听友请播 10800-186-0063 其他地区或者是台湾听友 也可以播 02-2885-3003 无法打电话进来 也欢迎您把意见寄到早安台湾电子信箱 TW007 小老鼠RTI.org.tw 当然你也可以利用QQ即时报名表达意见 早安台湾QQ码是4054-73707 QQ群是160-247-629 以及9344-4430 早晨七点半到八点 期待您的call in电话 早安台湾 正吃着什么样的早餐 吐司家伙推大 要一口然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 好 现在时间早上的7点49分了 您所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台 早安台湾 我们在今天节目现场请到的特别来宾是 东欧大学人权研究所副教授魏千锋律师 他曾经也是担任在2006年反贪腐运动决策小组的重要成员 在今天呢 他在节目当中回复大家对于陈前总统的 提问啊 任何的想法 您都欢迎您 不管您是支持或反对特赦 都欢迎您可以发表意见 接下来我们是一位张先生打电话进来 你好 主持人好 你好 张先生 您有什么想法呢 您说以台湾同胞的多数意见为意见 对 是是 所以如果现在我们刚刚听到我们特别来宾 魏千锋律师说 其实在台湾的媒体有调查 得超过六成啊 都认为应该释放特赦陈水扁前总统 所以您也认同吗 如果有六成的话 可以就应用就可以释放 释放不知中啊 等于想跑去脱水 这样一下子 嗯 是是 好 您的意见我们听到了 谢谢你 张大哥 谢谢 好 我们在接下来再请教魏千锋律师了 老师 在接下来 我们刚刚上一个广告之前谈论到话题 就是说 这样子的特色 目前的确是有民意慢慢的出来浮现了 但是 马英九总统他这个任期真的可以做决定吗 如果交给下一任的总统 你觉得这么棘手的问题不适合交下去 我觉得棘手的问题要自己处理啦 你不能导致不沾锅 因为这个是不讨好的东西 不讨好的东西你可以做到的时候 你还是要尽量自己做 你不要交给下一任 不管是蔡英文或是朱立鲁 不管是国民党或民进党的总统 其实都蛮困难的 那么总统能问 可是我打断 如果对蔡英文来说 为什么会困难 假设我们下一届是民进党执政的话 那么人家会觉得说 你民进党护航啊 你如果是对手来做 比较有意义啊 对手的这个政党比较有意义 你同一党 你这个同党是 互相护航啦 所以这个 我是觉得要逃避问题 要让下一任去做 很少 你说像国外像韩国 也是有一些前总统 像全朵范 吴泰宇他们这些 也贪污啦 参与政变啦 被判刑 他们也不会留到 下一任在做 就是他下一任的总统就处理啦 就赦免啦 就赦免了 所以在南韩的状况是 对于这样子 曾经涉嫌贪毒的元首 是用赦免的方式 就是因为先关一阵子 判刑之后 关一阵子 然后就赦免了 可能关个一年两年 三年就赦免了 不会拖到像我们台湾 拖到六年啦 然后他们的情况 全朵范跟那个 吴泰宇 还涉及那个政变啦 还有一些关州事件 什么那些 更严重 贪污不要讲 他更严重 也大概关两年三年嘛 就南韩的民众舆论 没有其他的压力吗 就没有像台湾这么强啊 因为他们本来上来就是 他的正当性没有那么强 他们是靠政变上来的嘛 可是他们也觉得 对前总统 也是要一个特殊的考量啊 所以他判刑之后 有些是 我记得好像是 全总统范是判死刑 然后吴泰宇是判武器徒刑 然后没有执行 只要他关一两年之后 他们就赦免了 因为要尊重前总统 那他正当性比 陈水平差多啦 陈水平是 不是靠正面起来 是靠选举起来的 他已经关六年了 所以我是觉得这个东西 不对啊 如果跟一些民主国家来讲 是不对 你保卫交易也不对 你如果今天好 给陈水平保卫交易 那被人 要承认 要先修法律啊 说我们这个法律是不对的 要关到死为止 快死了 咱们出来 那这个法律要修正 那修正之后 陈水平适用 所有的塑星人都要适用 而且这个东西认定 最要犯出来是法院认定 因为法院 才是个民主国家 最后讲话的人 不是政治人物说的算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 如果是这样 OK 我赞成 就是一体适用 然后是 由法院来认定 我觉得框框一点 比较人道 因为台湾很多人是关得到死了 结果申请保卫就 申请半天好 等他出来 出来两天就死掉了 就是太严重 这其实也不对啦 坦白讲 但是我觉得阿品 是不是到那个程度 我觉得到不见得啦 就是说 可能只是大家讲讲讲 你看民进党 很多我认识的一些 协市长 他们选前也不讲啊 也不怎么讲啊 选后因为民进党 这些是大胜 就开始开始讲 这是政治上的话语啦 但是如果是 保外就义 是个法律上的话语 是不适合讲 政治上的话语 是个讲特色啦 是讲说 人家更严重的 韩国跟国情 跟台湾很相信 都关一两年就出来 你关了六年了啦 你知道我意思吧 了解 所以这是陈水扁的问题 我政治要政治处理 法律是法律处理 是 所以这个问题 我们不只是看法律 不只是看政治 还有好多因素 错综复杂在里面 我们接下来 来接楚先生的电话 你好楚先生 喂 你好楚大哥 我是吗 是 你好你好 我们今天要来谈 前总统陈水扁 是不是可以特赦的问题 您的想法是什么呢 我认为呀 这个疫情还是要 以法办事 以法办事 按照这个 中华民国的刑法啦 刑法啦 来决定这个事件 因为这一样 他要这个 去 这个 去保护 这个 去 这个 博物救援 那他要看到 他身体 是不是 整整的病的 在这个假院里头 不能 不能等了 必须要到 外面来 这可以 不能用感情用事 那如果 就这个 马英九 总统的 做法来说 您给 马总统 什么建议呢 如果特赦 因为我们现在知道 特赦是总统的 一个职权 如果你是 马总统 你会怎么做 那就根据 他身体情况 任何的 也可以 你只说 有一种说法 是说他 马总统 就是 陈水扁 前总统 他现在身体 真的不好了 所以呢 就是大家也 就放他一马吧 就特赦 陈前总统 这样子 如果是你的话 你会这么做 人道主意 好 人道考量 谢谢你 楚大哥 您的来电 谢谢 好 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 访问到于是 动物大学人权研究所的 副教授 魏千锋 魏律师 那老师 其实刚刚谈到了 有听众提出 人道考量 的确在 很多的国家 是不是也有一些 例子 就是对于 卸任元首 涉案的人道考量 这一块呢 那不过另外一方面 我们又讲说 法律之前 人身平等 为什么他可以 人道考量 我不能人道考量 他是总统 就是因为他是一个 这个身份 没有错 你如果是 法律人身平等 那是 保外就医的问题 因为我们现在 保外就医是 已经病得快死掉 不是都病得很重 病得快死掉 才让他保外就医 如果病得很严重 没有快死掉 那是特色的问题 那是人道考量 或政治考量 所以 所以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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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外就医就没有 因为他是总统 或是 或是 负责总统影响 但是特色 可能会有这个问题 所以我想说 法律跟政治 是差别 就是说 如果阿扁今天是 很严重 虽然没有到 他快死掉 可是 也关那么 也关那么久了 可以出来了 这是特色 可是这是因为 看他的身份 总统身份 而特色他 可是我们一般 老百姓也是人 为什么不能特色我们 特色本来就很政治化的 但是保外就医是平等的 我觉得这个观点是要匹别 你现在马总统 他有必要那个高度去考量 如果今天 还是很多人反对他 认为他还继续关 那当然他没有特色的问题 可是今天已经六成七了 包括很多 当年认为 他应该为 陈水平要为他贪污负责的人 甚至于说 他对面对立的 国民党的一些领袖 包括台北市长 郝龙斌等等 都认为他应该出来了 他们倒是没有讲说 什么方式啦 我们法律人是比较 像我是专业的判断 就比较清楚 就说这个 还不到保外就医嘛 那除了他每一个人都这样 他就没话说 所以我认为是特色的问题 因为他是总统 就给他特色 我是觉得可以 但是其他人我认为要特色 要很慎重 特色毕竟是一个特权 一个特权 但是对此刻的马英九总统来说 信任元首来说 他没有问题 我觉得马总统很多事情都想太多 你比如说完金平的案子 也告不成了 你为什么不爬车跳 然后场内比较平衡 陈水平关到这样 大家都在叫 你就把它也让它特色出来 然后蓝绿之间 不同政党之间也比较平衡 我觉得他有些地方 我不知道 我觉得这个法律跟政策拿捏上 我觉得 我觉得这个马总统有一些问题 所以会被他批评 不是没有原因的 所以现在还是一年多的任期 我们接下来看看 马英九总统会怎么做 就替他加油 不要不要说选的 我觉得不管他选的好坏 对国民党对民进党 甚至于对台北市的 现在未来的新的这个市长 柯碧 柯文哲先生 我们都给他加油 然后当然我们还是一直监督 也是要一直监督 不管对国民党民进党 或者柯碧都一直监督 我想这个态度是这样的 对永远站在监督政府的角色 这就是个民主国家 媒体或者是学者都要监督政府 希望让台湾更好 我们在今天访问到 东吴大学魏建峰教授 谢谢魏律师 今天接受我们的访问 谢谢 好 听众朋友 在今天的很快时间 就要到八点整了 谢谢您的收听 《早安台湾》节目 我们下礼拜一再见咯 拜拜